德华正面回应老王碑选人发生冲突 声称自己才是最尊重规则的人 却反倒被饭圈粉一直抹黑 并且当众直播回应了评论区的图片中 德华曾发表的言论 我与规则之内没问题 与人品之内更没问题 我从来没有说我要一个人 去跟所有的队长去打招呼说 好兄弟这个你别选留给我留给我 哪怕是后面我的人被别人选了 我也无话可说呀 这才是破坏规则 首先德华回应不合理的第一点 就是主播英雄持问题 由于大部分主播都是打野或者对抗 反观中单于射手玩家戏权 德华早在前几天就念叨着想抢小七或者小赖 根本没有想要抢北北的意思 只是当时被排到了第六位 才迫不得一选的北北 就当德华选下北北之后 却有人故意抹黑德华 是因为投票投不过才进行的报复 然而对齐德华只是遵守了游戏规则为了争取拿下冠军才迫于无奈 他们那些然后那些很多人说 哎呀投票投不过别人嫉妒 所以报复 真是个小人搞报复 看过直播的都知道 我一直在说我要一场小棋一场小棋 没错是别人的心仪名单 这个没错 但是我也问过主办方了 别人的心仪名单能不能选 是不是所有英雄池都能选 人家主办方都说可以 在规矩之内可以选 所以我才一喊着一抢小棋 我知道小棋是那个 那个谁脱迷的心仪 心仪的目标 所以我一直喊着一抢小棋 可能那个脱迷看我也不爽 那个主办方都支持我选 警戒第二点就是回应弹幕谎称 每位队长都在怪罪德华带头乱选 然而殊不知的是 这正是主办方规则之中的意愿 不过是德华开了个头枪打出头鸟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抢了很多别人的那些战队 就现在过来全都说 哇每个队长选人都选的不满意 都怪那一个吕德华乱搞 导致大家选人选的都不满意 回去这些副主的 不懂规则的 回去叫你组组推上密切点 或者推一万步说 叫他自己组一个五人组来打 不用选 行不行 对此德华也是得到主办方的认可之后 才选择的北北 也是在游戏规则之内并没有针对认可 然而对其还是有不之所以的网友 德华当即展开了解析赛事流程缘由 你看看他主办方那个选人规则 他为什么说前面两轮要你在所有平台选一个呢 而且选过的平台不能再选 要你在所有的平台都选一个人呢 你看快手选一个 母鱼选一个 虎鸭选一个 三个平台 一个平台选一个人 为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不让你跟那些熟的玩 顺便促进一下三家平台的这个联谊 所以才要求你在别的平台一个平台选一个 你怎么选到你满意的呢 别的平台你熟吗 你肯定不熟啊 仔细分析过后 虽说德华没有违背规则 但有不买账的观众却对其德华人品进行污蔑 然而德华大声呵斥自己规则之内没问题 规则之外人品更没问题 如果每个人意愿都能选到自己的队伍不如直接组建一支战队何乐而不为 我与规则之内没问题 与人品之内更没问题 我从来没有说我要一个人去跟所有的队长去打招呼说 好兄弟这个你别选留给我留给我 哪怕是后面我的人被别人选了我也无话可说呀 这才是破坏规则 最后德华解释评论区图片之中的言论 只不过是当初赛前选人自己的玩笑之举 还有拿着我的截图 我那个开玩笑的截图 哎呀我就要打乱他们所有人 我要变成千古锐了 哎说实话吧 第一那是开玩笑 第二退一万步说 我从中共规则之内的是 你说你这样子一个正正规的比赛 你这样子搞一些拉帮结派的话 确实也少了个意思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